这个女人危险又迷人 她精通贴身格斗杀人如麻 耍起心机 连诡计之神洛基也要甘拜下风 一年挣几个亿的NBA巨星 都喝不上一杯她的洗澡水 她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女间谍 黑寡妇 阔别两年后 这部最新漫威电影新鲜出炉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部寡姐的个人电影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双方都安插了大量间谍 年轻的寡姐Natasha和另一名孤儿叶莲娜 被带到美国掩护特工活动 在这个虚假的家庭里 爸爸是对标美国队长的红色卫士 妈妈则是兼具头脑和身手的铁娘子梅丽娜 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 但这天下班后爸爸回到家 神色慌张地告诉妻子已经暴露 必须马上转移 如此紧张时刻 寡姐惦记得却是带走家庭相册 对一个孤儿来说 即便明知是假扮的家庭生活 也是弥足珍贵 但情况紧急不允许拖拖拉拉 妈妈呵斥她赶紧上车 来到事先准备好的小型机库 爸爸将挡住去路的挂车轮飞 一家人准备逃往古巴 而警方已经闻讯赶到 于是妈妈发动引擎进入跑道 而爸爸则负责掩护且战且退 此时妈妈中枪 年轻的寡姐顶了上来 在妈妈的指导下驾驶飞机 最后时刻成功拉伸 全家四人虎口脱鞋 古巴机场迎接他们的是 特务头子德雷科夫 此人臭名昭著 正是他一手创建了特工组织红屋 通过层层考验顺利毕业的女间谍 就能被冠与黑寡妇的名号 为了更高效的执行任务 所有毕业生都将被摘取整套生育系统 然后被一种傀儡师纪控制心智 从此对德雷科夫唯命是从 这个已经没了价值的临时家庭 在机场就地解散 娜塔莎和叶莲娜被送入红屋接受培训 两人顺利毕业后双双成为黑寡妇特工 之后寡姐叛逃 以干掉德雷科夫做投名状加入了神盾局 并在复联分裂时 选择站在美队一边 从而违反了索科维亚协议 遭到美国政府通缉 寡姐置身前往挪威 潜伏在荒郊野岭 另一边 昔日的妹妹叶莲娜也长大成人 作为一名红屋女特工 她奉命干掉一个叛逃者 先是假意示弱 随后趁对手放松警惕 一刀结果性命 但对方临死前 朝她脸部释放了一种红色药剂 叶莲娜瞬间清醒过来 原来这正是傀儡事迹的解药 对方将剩余的解药交到她手里 嘱托她解放其他姐妹后 领了盒饭 叶莲娜挖出体内的追踪器 脱离了组织的控制 她发誓要摧毁德雷科夫的红屋 但自己一个人势单力薄 于是她想到了鼎鼎大名的寡姐 知道她有一帮无所不能的复联朋友 于是将解药匿名寄给寡姐寻求帮助 得知叶莲娜带着解药叛逃 德雷科夫派出了自己的王牌兵器 模仿大师 此人的绝活就是复制粘贴 别人灰汗如雨苦连功夫的时候 她一个人静静地观看复联电影 然后就学会了所有超级英雄的招式 身在挪威的寡姐通过秘密渠道 收到了叶莲娜的包裹 但此时她并不知情 随手丢进汽车后备箱 当晚寡姐进程购买补给 遭遇模仿大师的伏击 此人的山寨军体权 把寡姐打得一愣一愣的 但模仿大师的目标不是她 而是车里的解药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不能复制粘贴 看到和解药一起寄来的合影 寡姐明白了对方是叶莲娜 她还以为小丫头早已脱离组织 过上了正常生活 两人在布达佩斯碰头 叶莲娜告诉寡姐 当年你叛逃后 德雷克夫就给所有人使用了傀儡世纪 必须想办法解救其他姐妹 寡姐则一脸疑惑地表示 自己当年明明炸掉了德雷克夫的办公楼 这个老狐狸怎么还活着呢 没等她想明白 红武特工已经杀到 寡姐和叶莲娜不愿伤到师妹 只能且战且退 两人来到楼顶 爬上一顶烟囱准备跑路 一个不要命的师妹也跳了上来 寡姐抓住她的手 对方却拿出匕首攻击 寡姐只能松手 师妹高空跌落摔断了腿 对于没有利用价值的手下 德雷克夫下达了自裁的命令 妹子纵然一百个不愿意 可还是被迫执行 拿着解药的叶莲娜来晚一步 此时模仿大师开着装甲车呼啸而来 还使出了阴眼的绝活跳跳火箭弹 姐妹俩的车被轰进了地铁站 寡姐利用血迹将模仿大师引开 两人躲在通风管道内摆脱了追捕 寡姐确认德雷克夫还活着 决心和叶莲娜一起捣毁红屋 可是这个特务组织异常隐秘 没人知道总部的位置 姐妹俩打算找当年的老爸打探情报 但此时的红色卫视 却被关押在一处令人胆寒的监狱中 这个男人一下子就掰断了对方的手腕 他就是前苏联培养出来硬钢美国队长的红色卫视 如今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秘密监狱 这天他收到粉丝寄来的玩偶 却发现里面隐藏着无线电 原来是宝贝女儿开着直升机来救自己了 寡姐黑性安保系统打开牢门 红色卫视在无线电的引导下一路跑了出来 此时警报大作 监狱内乱成一团 红色卫视几下纵云梯想要爬到高处 但九树战阵的他被电棍直接干趴 于是一袭白衣的寡姐前往支援 而叶莲娜驾驶的飞机遭到重机枪扫射 只见他不慌不忙 一发榴弹还以颜色 可惜帅不过一秒 巨大的爆炸声引发了雪崩 众人仓皇逃命 姐妹俩合力将红色卫视救出升天 令人失望的是 他根本不知道红屋的位置 当年因为寡姐的刺杀行动 德雷克夫怀疑红色卫视是内鬼 所以才将他囚禁于此 好在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当年的妈妈铁娘子梅丽娜 一直是红屋的首席科学家 德雷克夫的心腹 从他那里一定能打开缺口 于是三人赶往梅丽娜的养猪场 这里就是研制傀儡事迹的实验室 通过心智控制 甚至可以命令一只猪停止呼吸 红色卫视好不容易才把自己塞进制服 想要冤梦重温 寡姐想要说服妈妈加入自己 铁娘子虽然一直有意退营 但要反水对抗红屋 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寡姐发现妈妈保存着当年的家庭相册 两人回忆往昔 终于说动妈妈倒戈 但其实铁娘子早就通知了红屋 红色卫视站出来想要保护女儿 却被射了一身麻醉镖 铁娘子驾驶飞船 将三人带回总部 怪不得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原来红屋是一座躲在云层中的浮空堡垒 正在为解药头顿不已的德雷克夫如获至宝 决定马上解剖叶莲娜的大脑 从而升级傀儡事迹的配方 她轻而易举地揭穿了寡姐的伪装 原来母女两人通过一种面具互换了脸庞 在寡姐的激将下 德雷克夫抖出了自己称霸世界的阴谋 拥有什么资源可以称霸世界 有人说很多很多钱 有人说核武器 都不对 这个老头收留无家可归的小女孩 培训成迷人又危险的黑寡妇女特工 再将她们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个命令就能让石头卖得比黄金贵 一个命令就能让昏育率断崖式下跌 以此便能控制整个世界 寡姐也不废话 打算直接手认了幕后boss德雷克夫 谁知老头从小就对手下的黑寡妇 使用了性吸塑屏障 简单来说 只要能感知德雷克夫的体位 他们就无法做出伤害行为 然而寡姐早有准备 她猛地将鼻子砸向桌面 这下可就闻不到你身上的酸臭味了 寡姐正要动手 接到警报的黑寡妇们及时赶到 救下了德雷克夫 寡姐虽然身手了得 但双拳难敌四腿 很快便被同门师妹团团围住 大家终于摆脱了德雷克夫的心智控制 原来被绑在手术台上的叶莲娜 在铁娘子的指挥下顺利逃出 寡姐也拿到了潜伏黑寡妇的名单 此时浮宫城堡已经启动自毁程序 眼看支撑不了多久 德雷克夫登上飞机要跑 叶莲娜追上去捣毁了引擎 大boss葬身火海 自己也被气浪弹飞 寡姐拿上降落伞包纵身跃下 救下了妹妹 此时模仿大师追了上来 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下 原来德雷克夫的王牌武器 竟是自己的女儿 当年寡姐的刺杀行动误伤了小女孩 于是干脆将她改造成了生化战士 最终寡姐通过释放解药 让女孩恢复了神志 一家四口重用团聚 但寡姐毕竟是个通缉犯 罗斯部长的人马已经赶来 大家只能重新分开 身为孤儿的寡姐 一直把家庭视作守卫 因为将妇联成员视作家人 才会在其分裂时尽可能地做合适了 另一方面 自认罪孽深重的寡姐 一直在寻求自我救赎 所以当妇联4中出现舍身取义的机会 她便果断跳了下去 斯嘉丽约翰逊的寡姐之路就告一段落 妹妹叶莲娜将会接过接力棒 成为下一代黑寡妇 让我们期待第四阶段的全新漫威影片 我是CC 喜欢就点个赞 关注我 下部电影见